你好 欢迎收看1月10号的新北新闻网 我是陈慧玲 为了保障低收弱势 也有收市的平等权利 淡水北海岸地区的 红树林有限电视巡回下乡 针对低收入户的居民 办理免费收市的收件服务 10号是前往了三指区公所 让低收民众就近申请 不用舟车老的 从上周开始 淡水北海岸地区的有限电视业者 红树林有限电视开始巡回下乡服务 针对低收入户的居民 办理免费收市的收件服务 今天巡回专柜来到三指区公所 希望利用就近的收件服务 不仅是要给予低收家户 高品质的收市品质 还要让低收家户不再为了送件 跑淡水而舟车老顿 我们非常感谢红树林有限电视 因为他今天特别设了一个柜台 在我们三指区公所 让我们三指的低收入户 一些需要的朋友们 在这个时候可以到三指区公所 来办理他们一整年份免费的收看 三指区公所表示低收入户的资格 每年都必须重新审查 因此低收家户的免费收市 也是每年重新申请 为了让低收家户不需要 为了送件跑公所申请低收证明 再去淡水的有限电视公司 也出借一楼大门口的场地 便利低收的民众 也让对于有限电视收市有疑虑的民众 可以究竟资讯 那我们的这个弱势的朋友呢 对于外界的讯息的接收 还有一些关怀 都是需要随时来掌握 也因此呢 我们特别恰请红树林有限电视 特别安排在今天到三指区公所来 一方面也避免我们的低收入户 这样奔波还要到淡水 再去办理这个程序 非常感谢 每年都必须重新办理的低收 免费收市民众要备妥身份证明文件 引本以及低收证明 而下周二十四号将会到石门区公所 以及下周五十八号最终站 是到淡水区公所巡回 有申请资格的民众 希望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两场的 下乡巡回服务 究竟申请免于周车劳顿之苦 记者到品汉三支采访报道